我們上次跟大家介紹到第二個單元 然後是Booling Algebra的第一個部分 那我們今天非常快速的就是稍微review一下上禮拜上的一些內容 其實在第二個單元以及第三個單元有幾件事情呢 希望大家一定要就是之後會非常熟練一件事情 那大概有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從這個單元開始我們進入真的是Large的世界 所以在這個單元開始呢 希望大家開始對Booling Algebra這件事情 開始可以變得覺得它是非常平易近人可以去接受它的 那在這裡的Algebra跟前面第一個Unit 它的Algebra最大的差別呢 我覺得基本上是它對01這件事情它的看法有基本上的差異 那在這裡的話上次有提到 它大概在這裡的Algebra大概有三類是不同 比如說第一個是Value的看法不同 然後第二個是一些Loads也不同 然後一些Operation也是不同的 那這地方大家需要注意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在這個單元開始介紹的Truth Table這件事情 大家之後呢希望可以對它是比較熟練的 那第三個呢就是今天會接下來會比較重點會放在一些Demoligan Loads 這些比較重要一些Operation上面 很快速喔 我們上次有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基本的三種Operation是Not End還有All這三種Operation 然後當然在這之前的話我們有提到這個重點其實是它的01這兩件事情 我們在基本上的看法是2State 好那一樣這個是End Game 那End的話基本上上次有講就是並且 所以它其實要求是說這兩個條件同時都要成立 同時都要成立的意思 然後所以以開關來講的話就是這兩個開關當然要同時都壓下去的話 那右邊這個燈泡才會有電傳過來它才會亮 用這觀點來去看它就比較容易了解 然後這是它的符號 記得一定是左邊是直的然後右邊是圓圓的 然後這個是Or Or的話基本上呢我們翻譯大概就翻成是或者 那所以只要這兩個條件有一個成立的話呢 那反正它可以透過這兩個開關同時去控制這個燈泡 你可以看成是這樣 那所以只要有一邊的開關是按下去的話呢 那這個右邊這個燈泡就有電通過來它就會亮 你可以看成是這樣 那所以呢只要有一個是成立的 只要AB這兩個條件有一個是成立的那它就會亮 那所以呢當然兩個同時按下去的話 一樣還是會亮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Truth Table的形式 就是只要有一個是1 AB只要有一個人是成立的 就Output就會是1 Oper就會亮 這個燈泡就會亮 然後或者是兩個同時成立的話 那當然它還是會亮的 那除非這兩個都不成立 那這個開關就沒有按下去 沒有按下去當然就會是0 用這個角度去看Logic這件事情 你會覺得後續的一些Logic的那個 你自己就很容易去推倒這些事情 那符號上的話呢 這邊是圓圓的 然後這邊會有一點尖尖的 所以在畫的時候要有一些區別 好這是Not,End還有Or這三個Operation 接下來呢 因為這個有基本的Operation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這個 Expiration跟Truth Table之間的關係 然後還有Logic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那另外呢其實在Truth Table上面的話 也有人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Truth Table這件事情 有人說其實Truth Table 其實它就是一個語意 語意的解釋 語意的解釋 那它把這個Logic 然後把它解釋它的意思 那它怎麼去解釋它呢 它就是把每一種可能發生的情況都一一的列出來 那它其實是一種定義的意思 然後那這上次有提過 那所以其實這個Operation 我們大概有一些Priority 我們要先處理掛號 再處理Not 再處理End 再處理Or 然後這大概上次有提過 那這只是剛剛的那個例子 對應我們也可以推展它的這個Truth Table的值 那在這裡的話呢 那比如說我們舉例子 就是比如說我們想要看 假設有人在這邊隨便畫一個 隨意的Logic的Network 就是很多的End or Not 給組成的一個電路的話 然後那有很多的Input在這裡 那你要怎麼去推展說 假設給你一個特殊的Input的Pattern 就ABCD給你一個固定的值 比如說0101隨便Aside一個值 那你要怎麼去看它的Output值的變化呢 那比如說這裡同時給它E好了 這三個人給它E 那你要怎麼去推呢 那其實基本上你會覺得怎麼去推 我們一般推法大概就從Input的方向 往Output的方向慢慢一層一層把它推過去 那所以這裡的話 你就先把可以確定的值把它算出來 比如說這個B是E 所以B'或者是B的Not B的Negate就會是0 這裡就會是0 那這裡是0了之後呢 那這個Gate當然要等到兩個Input 你的值都確定之後你才可以去算它 所以你要算這個AB'值的話 你要等這個訊號 等這個訊號就要等它 所以基本上它自然就會有一個順序的產生 然後所以呢 1做end當然是0 然後接下來這個0再去跟1做or 然後就會得到1 所以大家可以用這個觀點來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幾件事情 跟另外一個priority是對呼應的 那我們知道它的operation是A B' or C 對不對 A B' or C 所以你知道其實如果你看到這個operation 你真正在畫這個Large Gate的時候 你會先畫這個B的Not Gate 對先畫B的Not Gate 這有順序的 我們先畫這個Gate 然後再畫A B'這個End Gate 然後最後再畫這個Or Gate 所以它真的在做動作的時候 然後我們感覺起來 你自己心裡在算上 你會先處理這個Not 再處理這個End 最後再處理這個Or 是這樣子的 好 那這是直接看這個Expiration 你就會這樣做 那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這個Expiration 你看到的是這個Circuit 你直接看到的是這個Circuit 你要怎麼推出這個 右邊這個Expiration是什麼呢 那一樣 那你就會發現怎麼回事 這其實是呼應的事情 你就會發現你會 假設一開始我只有給你寫 這是A B C 然後我問你說這時候 這個電路畫下來之後 這右邊這個Expiration對應是什麼 一樣的意思 你就會發現你會怎麼做 你會先把B這個 後面這個Narget的Output 推出來 所以是B的Not先做出來 然後呢 你再去推B的Not跟A這個End 就會得到AB' 然後在AB' 再跟C做Or 得到Output是AB' 所以用這個觀點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是一樣的 所以Either你是從右邊的結果 去推出來 你會發現它的Operation 要先處理Not and or 然後或者你是 從左邊直接看這個 這樣的Gate的組合去推出來 你也會發現你要先處理Not and or 這樣的Operation 它其實是兩個是一對一的 那下面這件事情呢 只是Truth Table的演義 那你就非常仔細把它列出來 這其實只是它這個語意的闡述而已 那上次有跟大家講說 Truth Table還有最大一個功能 就是其實我們可以證明 這兩個Expiration是相等的 或是不等的這件事情 因為剛剛有提過就是 我們其實是稍微複習了 Truth Table有另外一件事情 其實它就是把一個 一個BoolingExpiration 做非常仔細的 每一種可能的情況 都把它解釋過一遍 所以你可以看成它其實就是 完整的一個定義 它就是一個完整的定義 所以如果有另外一個Expiration 另外一個BoolingExpiration 然後你也可以畫出它的定義 它的Truth Table出來之後 如果這兩個人定義完全長得一模一樣的時候 那就表示這兩個人代表的 BoolingExpiration 它背後的意義是相同的 雖然它長相不一樣 但是它的意義是相同的 因為不管它長相也許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看到你會用什麼樣的Gate去兜它 基本上你會看到你會用一個Not 然後會用兩個OrGate 然後最後用一個EndGate 是比較複雜的 但是它都出來的情況 都出來的這個 不管灌什麼Input 你把它遮住之後 不管什麼樣的Input 然後看它的Output值 你會發現這兩個電路給你的答案 都會是相同的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就會說這兩個人應該是同一個人 但是你把這個黑盒子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它長相不一樣 它雖然長相不一樣 但是它的行為是相同的 那所以呢 我們會認為這樣兩個Booling Inspiration 它在意義上是相同的 只是長相不同而已 好 那這也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Truth Table可能是唯一的 可能是唯一的 一個特殊功能的Truth Table 寫出來就在這裡給你了 它是一個Truth Table 但是它推回來的這個Booling Inspiration 卻可能是很多種的 所以推回來這方向不是一對一的對應 所以我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基本上是這樣 Booling Inspiration寫出來之後呢 你推出它的Logic Gate 基本上是很容易的 這是可以 這個地方是一對一 你可以畫出來的 然後從這個地方呢 推出Truth Table 或是從Booling Inspiration 直接寫出它的Truth Table 這也是可以直接是 往下直接寫出來的 那但是倒回去這件事情 就沒有了 我就沒有把它畫成雙向的箭頭 這地方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之間的有一些不同之處 那實際上在這裡的話呢 大家到最後一定會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Booling Inspiration跟下面這個Logic Gate 基本上對於大家來講 其實是完全一模一樣的事情 只是上面這個呢 你看起來是一些符號的組成 那左下角這些呢 是圖形 看起來是Logic Gate的符號 Simble把它寫出來的 畫出來的樣子 它是一個Network 差異值在這 然後上次有介紹一些基本的Low 那這邊的話我想其實 因為基本上有兩個觀點 你可以用平常大家對邏輯的觀點來去看它 那或者也有另外一個觀點 它是反觀 它說其實這個是定義 也有人說這是定義 這是定義的話呢 那你就把它定義記下來 這是另外一個觀點 這是從兩個不同的觀點看的同一件事情 那在這裡的話我覺得 其實這定義的話 你可以用你的想法去理解它 發現它跟大家平常的日常生活的思考 也是符合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直接去把它理解 那它不見得需要去背誦 因為它有些其實是非常直覺的 那這Bethic Theory 然後這個的話 這個Involution只是說 這個有點像是Not在Not就會還原到自己 負負得正的意思 然後那這是一個互補的Lowse 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反向 補成一個完整的1 所以就不管這個X是0或1 你去對照一下都會發現 它加起來就會是1 all起來就會是1 那如果說自己跟自己的反向做N的話 當然就會是0 因為它這個是黑白分明的世界 所以一個人成立的話 那它的相反當然就是不成立 所以你take這個N的話 那它就會是0 然後接下來我們上次有介紹過 那個結合率還有交換率 然後我想這部分結合率 結合率和交換率 倒是跟一般的代數是比較相同的 然後這地方我們就先跳過去 那但我覺得比較特殊的其實是分配率的部分 第一個分配率呢還蠻直覺的 你就直接對這個and做分配 就x&y然後去all x&z 那可是呢第二個分配率是比較不直覺 但是這個地方呢希望大家 其實你是可以去證明它 然後但是我希望大家稍微把它記下來的原因 是因為它其實非常好用 它非常好用 那所以它其實對all來講它也有分配率 那所以呢你也可以對all做分配 好那proof有兩種 你可以很直接的用truth table去證明它 然後或者你也可以用 用一些原來已經推導好的一些基礎的 一些theory把它推導出來 然後這邊上次有提過只是一些簡單的一些 簡化的一些example 其實對於簡化這件事情的話 我有時候是覺得這樣 它有時候其實是需要靈感的 然後所以有時候其實大概就是 你稍微做一些練習之後 大概會慢慢養成自己的一些直覺 你可能會看到很容易看出來它呈現某一些pattern 然後那些pattern呢就會告訴你 你可以採取某個角度去化解它 那這大概要透過一些練習 那但是我只是要說 其實大部分的化解沒有什麼唯一的答案 那它只有說這樣的簡化會比較快 那樣的簡化稍微要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通常通常都很多條路都會最後都會把你導到同一個答案去 好那上次有最後跟大家介紹這兩件有兩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個是SOP 一個是POS SOP 它是Sung of Product form的縮寫 Sung of Product form的縮寫 然後在這裡的話呢 我希望大家對這兩個form會非常熟悉 因為最後我們就是大量使用這兩個form 那第一個Sung of Product form的話 它其實顧名之一 它其實看起來的形式呢 它就是很多層積的核 很多的層積的核 那所以它長相大概都是很多的層積 然後每一個term都是end在一起 然後最後再用all把它連結起來 然後那這中間的變數呢 它的產生 它出現的形式一定是single variable 然後單一的一個變數 然後這個變數的形式它可以取它的正向 也可以取它的負向 就比如說是A或是A'B或B'這樣的形式 把它組合起來 所以上次有跟大家提到 比如說這三個例子的話 上面這兩個是SOP 下面第三個就不是 下面第三個就不是 然後反過來的話呢 反過來的話是POS 那POS的話就是product of sum 那所以它其實是很多的核 然後把它層起來 所以你看起來是很多的小掛號 然後中間用end把它連起來 那這小掛號當中呢 是很多的變數or在一起 然後這些變數當然也可以取它的正向 也可以取它的負向 比如說A or C'這樣的形式 然後這裡面的個數沒有限制 反正就是也可以很多個 也可以有10個or在一起 它仍然是符合PoS的這個形式的 然後比如說這幾個例子來講的話呢 那最後這個就不是PoS的這個FOR 因為這個E和F這個顯然就不符合 我們大概把上禮拜介紹的部分跟大家介紹了 好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介紹那兩種形式 SOP跟POS這兩種FOR 為什麼這兩種FOR 之後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呢 因為它基本上是所有Logic Network的基本形式 那一般來講呢 我們不管是SOP或是PoS的話 其實我們後來都會叫它 Two Level Logic 就兩層邏輯 Level就是一層一層 乘數這樣 Two Level Logic 那怎麼說呢 我們直接畫圖給你看呢 你就會直接就會有感覺了 比如說左邊這個例子是 AB Bar去OR CD Bar 1 然後去OR AC Bar 1 Bar這樣 那這個東西呢 你直接把它對應的Large Gate畫出來呢 長相就像左下角這邊的 那你會發現它其實長相是什麼 你會看到它其實花了三個End Gate 花了三個End Gate 然後把第一個Turn做出來 第二個Turn做出來 第三個Turn做出來 然後之後呢 我再畫一個OR Gate 把這三個Turn 再把它OR在一起 那你把它排整齊 把它排整齊 你就會發現它會用掉一排的End 然後再加上最後用一個OR 把大家都OR在一起 然後那右邊這例子呢 也是類似的 然後這邊的話呢 是A OR B Bar去OR C 去OR D Bar E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呢 比較特殊是因為 前面三個Turn是Single Variable Single Variable 那最後只要做這個Turn就好了 所以這個Turn你還是要花一個End Gate把它做出來 花了這個End Gate之後呢 然後最後再把這個End Gate的 Output再跟剩下的Single Variable 做一個OR起來 然後其實在這裡的話你可以 你也會看到它其實把它推平之後 你會發現 這邊也是花掉一層的End 然後再加上一個OR 然後所以呢 所以它這個看起來 你看起來就會有一層兩層 對不對 那實際上我們的Level層數是 從Output把它 往Input的方向來去 倒算的 所以你會看起來它會 從Output往Input呢 找一條最遠的 經過最多的Gate的數的那條路 去算一下 然後你會看 會經過幾個Gate 那這個Gate的數目就是Level數 那所以你會看到它經過一個 然後再一個 所以它是兩層 然後這個也是 一個再一個也是兩層 所以這個是Two Level Logic 那所以在SOP這種Fone的話 你會發現 不管它是多麼複雜 或簡單形式的SOPFone的話 你看起來 你看起來 它大概都會花掉一層的End Gate 然後再加上一個OR Gate 然後但是呢 但是也有可能是一個End Gate 都不需要花 那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是 什麼時候的SOPFone 是 SOPFone Song of ProductFone 是不需要End Gate 全部都沒有用到End 全部都沒有用到End 對啊 什麼時候啊 基本上好像太直覺了對不對 所以就 什麼時候不會用到End 就是沒有人需要End 那什麼時候不要End 對 就是 其實就是再把這句話再繼續講 你就會把答案講出來 你就會發現它是什麼Fone 就是所有人都是Single Variable 去OR在一起的時候 對不對 那它就不需要 然後這時候它就會縮減 比如說以這個例子來講 沒有這個人 那它就會縮減 這時候 看起來它會縮減成一個Level 縮減成一個Level 但是General來看呢 SOPFone它大概基本上呢 會需要兩層的 General來看 就一般的情況來講 它最多不會超過兩層 不會超過兩層 然後非常類似的 PoS就反過來 PoS就反過來 因為它是Product of Sun 所以它第一 它的Input的這一端 你會看到它會有一排的OR在一起 然後呢最後用一個End 把它都在一起 然後這 這是例子 就是這個三個 三個小掛號 三個小掛號 每個小掛號都用一個OR做出來 然後最後再用End 把大家End在一起 然後右邊這個的話呢 跟剛剛是 其實這兩個例子 故意取稍微丟了 然後那取丟了之後 你會看到 其實它就是這樣子 那這裡的話 DBarOrE 這邊要一個OrGain 然後再去跟剩下的Single Variable 做一個End 產生Uput 那同樣的狀況 什麼時候你會發現 它只有用到一個EndGain呢 那就所有人都是Single Variable 去End在一起的時候 那它當然就會 就只剩下一個Product of Sum 好 那這是PoS 然後跟剛剛的SOP 所以這兩種形式呢 它都非常直接的 都用兩層邏輯 就可以做出來 那一樣它從Output算回去 最常就是會經過一層兩層 好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一個非常重要的Lows 叫Demorgan's Loads 那這個Demorgan's Loads 在以後很多的Operation上 你會一直不斷的遇到它 一直使用它 那Demorgan's Loads 其實它就是 把一件事情做反向而已 它其實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一個BootingExpiration做反向 那如果用一個Variable 去做它的反向 那我們覺得很簡單 我們就用一個Nugget就做出來了 那但是如果這個不是一個變數 而是一個複雜的BootingExpiration 我們要怎麼樣很快速的 找到它的反向 它的Nugget呢 那它的Inverse的結果呢 這是Demorgan's Loads 告訴我們的事情 那它基本的形式很簡單 就是我們基本上是先看 兩個變數的話會怎麼樣 然後呢我們再去推 兩個變數我們會做 我們再把它推到N個變數的時候 會怎麼樣 然後這邊舉例子來說 我們先看兩個變數 假設有兩個變數 X跟Y這兩個變數 如果它原來是 OR在一起的話 它原來是OR在一起的話 那我取它的Nut之後 它會變成什麼呢 它會變成什麼 它其實會變成XBar去AndYBar 然後另外呢 如果這兩個變數它是And在一起 我取Inverse之後它會得到什麼 它其實是這兩個變數 取Nut之後再OR在一起 取Nut之後再取OR在一起 好然後 這其實是可以推倒 然後你就覺得是這樣子嘛 那我來試試看 怎麼試呢 那我們用簡單方式 我們用TruthTable來去推展就好了 那比如說有兩個變數XY 那有四種組合 00一直到11這四種組合 那我們就分別去看一下 X去ORY X去ORY的話呢是什麼 X去ORY就基本上是0111 然後呢 那我們另外做一個XBarYBar的結果 XBarYBar的結果是什麼呢 那XBarYBar你就分別去把XBar把它取出來 所以原來是這裡的話是0011 所以XBar是1100 然後YBar也可以用類似的方式把它推出來 然後接下來把這兩個XBar跟YBar做AND 所以11得1 然後10得0 然後依此類推下面都是0 那你就會發現 它的確是長的是相同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X去ORY 這兩個人去OR之後 再去取Inverse之後 它會跟分別取Inverse 再去AND在一起的結果 是相同的 這是TruthTable告訴我們的事情 然後右邊這個呢 也可以用類似的方式來去證明它 那你就試試看 這個XY去AND在一起是什麼 然後當然是0001 然後去AND之後再去取NOT呢 它會反過來 會變1110 1110在這裡 那一樣我們就試試看 那如果分別先做Inverse 再去OR在一起 那Inverse在這裡 剛剛Inverse在這裡 然後取OR呢 就11得1 10得1 01得1 01得1 然後00得0 所以得到1110 然後這也長得完全的一模一樣 identical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 這兩件事情也是相同的 這Bulling expression也是相同的 那Dimo跟Rose就告訴大家這兩件事情 這兩件事情 你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它非常的好用 它真的非常好用 那所以它在這裡的話 只要告訴 基本上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說 白話文 你把它講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 兩件事情做OR 它的相反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分別先做反向 再去AND在一起 這是左邊的事情 那如果兩件事情做AND 那它的反向是什麼 那就是分別先做反向 然後再去OR在一起 就是這樣子 這是Dimo跟Rose 那這是兩個變數 但是我們也可以推到N個變數 N個變數 那我們就把它一樣的形式 它長相非常的相似 那你可以把它推展出來 當然呢 這個你也可以去證明它 那你可以回去找一張 比較大的空白紙去推展 你會發現這兩件事情也是同 也是成立的 所以呢 推展到N個變數的時候 它一樣的 它長相就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就 如果很多人要去取OR的話 它就是 要去取OR之後 我要做反向 那這什麼意思就是 分別 分別先做反向 再AND在一起 然後呢 如果很多人做AND 那我要做反向的話呢 那就是分別先做反向 再OR在一起 就這樣子 這是Dimo跟Rose 這非常簡單對不對 這LO非常簡單 然後呢 那但是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有一些基本的原則 它基本上是這樣子 你在取BullingExpression的時候 然後它會 然後我要做反向 那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你會發現它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變數會直接反向對不對 變數直接反向 然後第二個呢 NO會互換 NO會互換 對不對 好 然後這基本原則 那第三個呢 如果 這是General的狀況 就是如果你的BullingExpression出現 0和1這種常數 0和1這種常數 可能啊 可能啊 因為有時候 我會故意去OR一個0 然後或者是故意去AND一個1 這常見嘛對不對 那 那這件事情呢 那01呢 也是把它反向 所以呢 也有一個叫做 一步就做到的路 就是 我如果要TakeDemogan 我也不需要做很複雜的招數 我可以一步就直接把一個複雜的BullingExpression 的反向做出來 這是one step 那one step怎麼做呢 它其實非常直覺 就是假設有一個 有一個BullingExpression很複雜 它可能有N個變數 X1 X2一直到Xn 有N個變數 然後裡面可能也會有出現0和1這種常數項 然後裡面可能也有and 跟or這種形式出現 然後如果這個BullingExpression 我要取inverse的話呢 那我要怎麼做到一步呢 那就是 你直接看那個BullingExpression 你把所有的變數都直接Take它的反向 然後呢 0變成1 1變成0 然後呢 當no互換 no互換 然後or變成and and變成or 這樣 這樣就結束了 所以呢 其實它非常直覺 就是變數直接互換 變數直接取inverse 然後no互換 01互換 就結束了 然後但是呢 如果你要apply這個one step rule的時候呢 有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記得的事情就是 因為要保護它 所以因為大家知道那個and跟or在做operation的時候 它的priority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它priority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你在take這個not的時候呢 在做這件事情之前 你要先加油添醋一下 把and的東西忽略那個點 都把它補上去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該掛號去保護它 把它先掛好 先把它用小掛號把它保護好 然後最後那個翻譯完成之後 再把多餘的東西把它拔掉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就是下面有例子 這個例子就讓你看到one step rule真的很快 然後不過呢 大家不必真的那麼求快 就是你真的一步一步做也可以的 然後小心一點做就好了 上面這個 就是假設有一個bullying inspiration是ab an的b0 然後去orc 然後再刮起來 去and的dbar 然後再去刮起來 再去or1 這件事情 這整件事情呢 我想要去取它的反向 我想要去取它的反向 那取它的反向呢 我們剛剛學過基本的demorgan laws demorgan laws 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如果是兩個東西and在一起 那我要去取反向的話 就是先分別反向 然後再去or 再去做or 然後 所以呢 所以 或者是 如果兩件事情or在一起的話 那我要去反向 那我就先做反向 再去and在一起 那所以在這裡的話呢 那因為這個expression有點長 那其實不管怎樣 我都可以先把前面這一包 把它包起來對不對 就前面這一個 這一個很複雜 這個紅色這一個turn呢 我把它想像用一個大的x去取代它 這是可以的 你就把它想成紅色這一包 那紅色這一包 去or1這件事情 我要做反向 demorgan laws告訴我們什麼 我就會 把前面這一包先去做反向 後面這個1 也去做反向 然後把前後這兩個東西 去and在一起對不對 所以這是apply第一次的demorgan laws 這可以嘛 然後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繼續做 因為這部還沒做完 還沒有做完 然後所以我們再繼續做 然後看裡面這個東西呢 裡面這個東西呢 我們要applydemorgan laws的反方向 這個東西呢 它告訴我們什麼 兩個事情 兩件事情 ab'oc 這是一個小掛號 刮起來的這一包 去and的debar 去and的debar 那想要試試看 反過來 反過來 如果有兩件事情做and 去做and 那它會是什麼東西的反向 會是什麼東西的反向 所以 所以 基本上它會是什麼東西的反向 就是分別 這兩包先去反向 然後再去把它and在一起 因為 因為反向的反向就會是自己嘛 對不對 然後所以呢 你就會先把後面這個d做反向 就會 後面debar做反向就會還原 變成d 前面這個呢 就去取它的not 就給它一個prine 然後中間呢 變成all 中間原來這個是and 就把它變成all 對不對 好 那這樣做了之後呢 接下來 我們再繼續做前面這一包 因為前面還有一個小掛號 外面有一個not 我們還沒有做 我們就對這一部分做not 這一部分做not 你看到是前面有一個turn ab prime這個turn 去all c 然後這一包要做not 基本上 你會applydemorgan loads 告訴你說 前後這兩包 前後這兩個turn 分別做not 然後再去and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會得到ab prime 掛起來去取not 後面這個c 也去取not 然後呢 再把它and在一起 然後後面造槽 因為後面我們沒有動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c prime這邊也拆完了 接下來剩最後一層 是ab prime 掛號起來的pran 然後我們再去取一次demorgan 這件事情是 a去and的b prime a去and的b prime 然後去掛起來去取not 那兩件事情and 那怎樣 分別取not 所以a變成a prime b prime變成b 然後呢and變成all 然後變成這樣子 大概取到這個地方 當然你還可以再去盛開等等等等 會得到一個比較簡單的expression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先解到這裡 然後接下去的話 就用一些basic theory 然後去把它化解就可以了 那看你需要化成什麼樣子 那基本上但是這樣的話呢 demorgan loads做到這邊就可以了 我們先暫時停在這裡 那接下來呢我們看一下 這樣我其實已經apply了一次兩次三次四次 四次demorgan 那我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有one step one step如果要apply的時候呢 基本上要跟大家提醒的是相同 就是說你要把每個turn都先用小掛號把它保護好 因為當and去換成all的時候呢 它一個turn會拆成兩個turn 所以這時候小掛號沒有保護好畫 你就會忘記這個變數跟誰是黏在一起的 好那所以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第一步呢 其實是先把所有的and的turn 都把它包起來 用小掛號把它包起來 然後呢所有忽略的那個點點 那個and的那個點 都把它點回去 都把它點回去 然後所以左邊這個expression 就可以翻譯成右邊這個expression 就是多畫幾個小框框 多畫幾個小括號 還有打一些點 打完了之後呢 直接在對右邊這個expression 直接做剛剛的one step rule的翻譯 怎麼翻譯呢 就是所有的變數都取它的inverse 對不對 所有的變數都取它的inverse 然後and的都變all all的都變and and all互換 然後如果這個expression裡面 有出現0或1的話 也給它互換 然後把它直接寫下來 寫下來就變成下面這個形式 下面這個形式呢 你再把桌魚的那些 這個點把它拿掉 拿掉 因為這個點可以拿掉嘛對不對 因為它有小掛號保護它 所以把它把這個點拿掉 把這個點也拿掉之後呢 然後其實你在跟上面這個人對照 你就會發現它長得一模一樣對不對 對嘛 然後有一些多餘的括號 不需要過來把它拿掉 你就會發現它長得一模一樣 這是one step rule 然後所以one step rule是很快的 但是你在apply之前呢 要小心的使用它 就是你要先把小括號保護好 那你說如果不保護的話會怎樣 你回去試試看就會發現它會爛掉這樣子 那因為它爛掉的原因是因為 比如說這個a去and b對不對 你沒有用小括號把它保護好的時候 你翻譯出來的時候 假設你想像中沒有這個小括號 那後面這個all去翻譯 換過來會變成這個and 所以這個小括號不見的時候 b會去跟後面這個turn 去and再一次 這就錯了 它的答案就會不一樣 然後所以在這個地方要小心 這其實是非常常見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錯誤場發生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有時候會忽略了這個priority的順序 就是你在做這個運算的時候 它有這個priority的先後順序 因為它有先後順序的關係 所以你要做適當的把它 用小括號把它保護起來 好這是很重要的demogan laws 那大家其實回去練習一下 大家都可以很熟悉 那接下來呢跟demogan很像的一件事情 叫duor duality 那一個function呢 如果一個function 也不要說一個function 應該說一個equation如果成立的話 一個equation如果成立的話 就是有一個boiling expression 有時候畫簡之後畫一畫 我就會說它等於 右邊一個什麼樣的事情 那一個equation成立的話呢 實際上取duor也會成立 取duor也會成立 那它的duor是什麼呢 它的duor這個operation 我們會在右上角用一個d表示 那它的動作很好玩 就是跟demogan很像的地方是 它也是NO互換 01互換 但是呢 變數沒有 沒有做inverse 它的差異只有在這裡 它的差異只有在這裡 然後所以跟剛剛的demogan 差異只有在變數沒有 不要把它取反向 只有這件事情 好 那duor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大概其中有一個很大好處就是 剛介紹一些basic loads 那基本的theory跟loads 你只要背一半就好了 背一半就好了 因為那個有一半你背下來之後 剩下你都可以用duor把它推出來 因為它就一定會成立 所以基本上它 基本上大家如果看一下課本的這個 第五十五頁吧 你會看到它大概也是分成兩區 就是你基本上可以把它切一半 然後一半的了解之後 剩下用duor直接就可以把它翻譯出來 那這是duorality 好 那所以 所以其實這是有一點反過來 就是說 那我要怎麼去找到一個expression的duor呢 它這第一步是說 請你先做一次demogan 請你先做一次demogan 做完demogan之後呢 然後再把每個變數inverse回來 inverse回來 那所以其實也不需要這麼複雜對不對 因為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做剛剛的one step的類似的事情 就是說那我不要做inverse 我就直接做no互換0e互換 也就可以得到它的duorality了 好 那舉例來說呢 舉例來說如果我要把很多變數 and 很多變數的and 然後它的duorality是什麼呢 其實and就是變成all的意思 and跟all是duor 然後就會變成很多變數的all在一起 那比如說下面這個ab'oc 然後去取它的duor的話 那它會變成是什麼呢 它會變成是什麼呢 那其實我們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在這裡的話 我還是建議大家就是 比如說這裡忽略了一個and 我們就把它那個點把它點回去 對不對 把它點回去 然後呢 該掛號就把它掛號起來 然後no做互換 0e做互換 你就可以得到它的duor 真的是很快的就可以推出來 然後呢它其實最重要的運用就是剛剛說的 就是如果有一個equation equation是成立的話呢 分別在equation兩邊都取它的duor 仍然是成立的 這是為什麼剛剛說 就是大家在看那些loads和theory的時候 你只要看一半就好 因為剩下一半用duor都可以推出來 duor其實就是它其實是一個 對偶的觀念 不是啊 因為我這樣好像其實並沒有去解釋你 那它其實只是 它只是跟你說一件事 這其實你可以看成duor其實是 類似是一個operation 類似是一個operation 那它是一個互相的一個關係 and的duor是一個or or的duor是一個and 那它為什麼 但是其實大家可能要問的是說 那為什麼為什麼這個一個equation成立之後 它取duor之後仍然會成立呢 這其實可以證明 然後但是如果你要證明的話 你會大家有沒有想到說 如果你想要用證明的 想要證明的話 你會想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去說明 這件事情是對的 真值表 可是 可是 我這裡f是一個general的function 真值表是一個好用的東西是說 如果我確定它的變數只有比如說三個或四個 那我說我頂多畫個十六行對不對 然後右邊這個我就給它什麼 小A小B小C小D這樣 就有很多人去代表可能出現了01的狀況 然後我去推它 這是可以的 但是這個f是一個general的function 它可能有100個變數 2好 好答案 Demogan 為什麼 第一步是說 你可以引用Demogan Loss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是我們先假設 也不是假設 因為Demogan Loss是成立的 對不對 我們先assumeDemogan Loss 是成立的 大家都可以接受這件事情 那Demogan Loss成立了之後 那Demogan Loss跟duor有差異對不對 它差異是在什麼 變數沒有做反向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其實我們可以 那它差異只有在變數沒有做反向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 所以我們可以把那個 任何一個變數 比如說是xyz 我們都先去take它的x bar y bar z bar 因為它負負會得整 然後x bar 我們可以令它變成另外一個變數 所以它仍然還是會成立的 同學你是這樣講的嗎 這樣大家了解嗎 不了解 就是x是一個變數對不對 但是我可以assume 我可以讓x換x0 是另外一個變數啊 比如說叫做a a是x bar 對不對 然後b是y bar 這樣 所以它仍然 然後當你直接讓這些變數的inverse 變成是另外一個變數的時候 你重新寫它仍然是成立的 Apply Demogan Loss 所以就證完了 所以就證完了 好剛剛跟大家稍微介紹了第二個單元 那接下來其實我們要繼續 Booling Algebra Part 2 然後這個單元其實跟前面單元是完全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在這裡的話 我們大概就是會再進一步的再去熟練一下 就是之前學到一些searing跟load之外 在這個單元我覺得大概有兩個很重要的operation 在這裡會跟大家介紹的是exclusiveor和exclusivenode exclusiveor跟exclusivenode的operation 那這兩個operation也是非常重要的operation 然後另外呢 在這個unit會跟大家介紹一個consensus theory 這也是很特殊的一個theory 然後那最後呢 就是有一些簡單的summary 把這兩個單元學到的theory 還有一些load 然後把它整理起來 然後給大家一些 該來說 如果你遇到一個很複雜的boolean expression 你要怎麼去簡化它這樣 好 然後所以就繼續 boolean algebra 然後在這個單元呢 我覺得大概就是剛剛提到exclusiveor 我們會說寫成xor 或者是exclusivenor xnor 這兩個operation是新加入的operation 這兩個operation 雖然它不是基本的operation 但是之後會不斷的一直會遇到它們 那所以我們會在這裡會特別把它拿出來講它 好 那大概我們先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在前一個單元我們學過 SOP跟POS這些phone 那SOP跟POS 那你真的要得到這兩種phone的話 大概你基本上會做兩種operation 一種就有點像 基本上它就很像是分配率 不斷的去承開它 你用分配率 apply分配率的話 你做起來的感覺就很像是承開 所以我們真的還是用這樣的 叫multiplying out 就把它承開 然後或者是不斷的把它提出來 就反過來做factoring 就提因子出來 就很像因式分解把因子提出來的感覺 所以它真的也很像在做factoring的感覺 那所以呢大概有幾個 整理一下大概有幾個基本形式 那第一個的話是簡單的分配率 然後所以把x分配進去 所以會是x去and y 然後去orxand z 然後呢第二個的話 跟第三個稍微把它反過來 第二個的話你反過來看 我們在前面有學到的是 從右邊到左邊對不對 對or做分配的結果 對or做分配的結果 所以是可以對分配之後就會變成 xoryz 然後對or做分配 所以你會得到x去ory 然後去and xorz 所以是反過來 所以這個第二個分配率 它其實常用的方向有兩個 一個是右邊到左邊 一個是左邊到右邊 大概這兩個方向都會用到 那第三個的話呢 是其實也是分配 然後你再去做一些化解就會得到了 那只是它長相比較稍微特殊一些 那所以呢也常被直接使用 當你用了很多遍之後 你會發現它好像呈現一個特殊的形式 那你也可以直接去使用它 那它的形式很特殊 就是x去ory 然後再去and x bar去orz 那結果呢 是裡面的在一起 外面在一起 就會得到外面在一起 得到xz 然後去or 裡面在一起x bar y 這樣子 這個縫是特殊的 但是你可以用分配率去 然後再去呈開 然後再去化解 會得到相同的結果 那所以基本上 如果說給你一個複雜 Burn Inspiration 但是它最後要求你 希望你得到的是 son of product form的話 son of product form的話 所以你大概要乘出很多的turn 然後再用all在一起 那種形式的話 你大概都會apply 像由左到右的這個分配 由左到右這個方向的化解 然後但是如果你是要求這個 比如說PoS form這種形式 或者是你希望把它提一些 共同的factory動作的時候呢 你就會比較像是 從右邊這邊 把它往左邊化解過去 所以這個等式的兩端呢 兩個方向呢 希望大家都會有一定的熟悉度 你就看到的話會比較 幫助你在化解過程中 會比較容易一些 然後另外其實這三個 這三個在用的時候 大概有一些順序的差異 那這其實大概都是一些經驗法則 那真正在用的原因是 為什麼會希望 如果你在乘開的時候呢 希望大家先apply 第二條或第三條之後 再去用第一條 原因是因為 因為通常第一條 直接乘開的結果啊 就是 turn 數會很多 忽然會爆炸這樣 那當你的 turn 數突然乘出來 變十幾個的時候呢 你的眼睛沒有辦法很快速的 找出一些特殊的 pattern出來 然後所以呢 但是 但是如果你先用第二個 或第三個的話呢 你其實它的 turn 數不會 忽然爆開 那所以它會持續 會呈現一個比較小 比較少數的 turn 數 那這時候你還是比較容易做 然後最後真的不行了 你再用第一招去承開 那這樣子 最後產生出來的 turn 才不會太多 那比較容易去做化解 大概是一些經驗的法則 好 那這其實剛剛的那三條 你都可以用證明去證它 那當然第一種的話呢 你可以比如說就用 第二個單元學到一些 theory 來去做它 那第一個的話呢 那基本上剛剛那三條 我們就看第二個 second 那個 distributed load 那只是從 我們前面看到是從右邊到左邊 那現在我們就是看左邊這邊怎麼畫到右邊 其實你真的在做的時候 你就 apply 第一個 distributed load 然後你再把它劃減掉 就會得到結果了 好 然後那這是第一種證明法 那第二種方法的話呢 它比較像是 它不是完全的 truth table 但是呢它有分類的效果 就是它不是真的完全的把所有什麼 XY的形式 XYZ這三個八種 八種 case都拿出來 就是列出完整的 truth table 但是呢 它可能是先把其中一個變數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對它來做分類 就如果這個X 比如說像這個例子的話 就說 我把X取出來 我分析一下 它是0的時候會怎樣 然後它是1的時候會怎樣 然後分別得出一個結果 分別得出也是會左右相等的話 那這樣我也可以證明左右這兩個 兩個fooling expression它是相等的 那這是另外一種證明方式 但是這種化解 這第二種證明方法 它其實就是比較類似truth table 只是它沒有那麼完整的列舉出來所有的case 但這種就是分case去討論它 只分簡單兩個case 比如說X是0的時候 你就先把X代入進去 X代入進去之後 你看看得到的這個equation是否成立 那如果成立的話 那就是表示X是0的時候 這個equation是對的 然後我們再去看看X是1的時候 把1帶進去 看看這個equation是不是還是對的 那如果也是對的話 那就表示這個equation的確是成立的 那它的想法是這樣子 所以X如果是0的話 你就把0帶進去 那所以0去oy 然後再去and 0oz 然後會等於0去oyz 然後當然0去oyz 那0就不見了 所以就留下yz 那左邊這裡的話呢 左邊這裡的話當然這個0去 0去oy的話 這個也不見 這個也不見 就會得到y跟z直接相乘 就會是z 然後右邊的話是剛剛講的 就0去oyz 0就不見 就得到yz 這的確呢 yz等於yz 這的確等號兩端是相等的 第二個case是X是1的時候 那你就把1帶進去 那1去oy 然後再去and 1去oz 那這時候 1去and 任何一個人 他仍然都還是1 都還是1 所以就會是1 那右邊的話呢 是1去oyz 那一樣1去o 任何一個人都還是1 所以1等於1 所以也會是相等的 所以的確呢 這左右兩端是相等的 那第二個case是剛剛前面提到的第三招 那第三招的話 一樣你還是可以去做 承開再去做化解它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 就假設啊 我們就先去乘它 那就 基本上兩項乘兩項 你會得到四項 那在這四項當中 其實第一步 我們通常都是寫完之後 會一邊化解 一邊展開 就一邊做化解 在這裡的話 你會直接 直接遇到第一個turn 是x 去and x bar 這種東西你一看到 他就會直接直覺 就會知道這個東西是0 就不要理他 他就會等於0 就不見了 然後最後其實你就只會 剩下這三個turn 剩下這三個turn 那剩下這三個turn的話呢 那其實我們再看一下 是不是有共同可以提出的因子看看 那比如說在這裡的話 你會看到其實前面這兩個人 都有x這個東西 那最後這個turn卻沒有x 因為我們最後的目的是 要畫出右邊這個 目標在右邊這裡 那右邊這裡的話是 都有x這樣事情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 把x把它introduce進來 把它想辦法把它帶進來 那帶進來怎麼辦呢 那帶進來怎麼辦呢 通常我們想辦法就是 去製造一個 redundant 就是製造一個 是多餘的一個turn 但是這個turn 不會影響整個expression 我們大概會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就把這個 多餘的turn把它引進進來 但是不會影響這個 右邊這個expression的寫法 所以我們就把右邊 最後這個yz這個turn 把它拿來做一些手腳 這個yz去end 去end的e的話 就絕對不會改變 所以我們就製造一個e這個turn 去end在一起 那e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就把x把它帶進來 x去end 去or一個x bar的話 always是e 所以這個東西對yz不會影響 我們就把這個x巧妙就把它帶進來了 那帶進來之後你就會發現 每個人都有x這件事情 每個人都有x這件事情 那你再把這個拆開來 就拆成兩個turn x bar yz跟xyz這兩個turn 然後呢 分別在跟前面的人在做化解 在做化解 所以基本上你就xz去跟這一包在一起 然後後面這個呢 再跟後面的在一起 那你就得到xz提出來之後 你就會得到第一個人提出xz之後 他會留下1嘛 他去end的1不會改變 然後這個人留下y 這個人就 對不起 這個 他跟他在一起 就留下y 然後第二個 第二turn跟第三個turn在一起 把x bar y提出來 然後留下1去or z 然後你就會看到這兩個東西 基本上他也會化 化回去就會剩下1對不對 1去or任何一個人還是1 所以他就會消去 就會忽略他就不要 就不見了 那你就會達到你的目的 所以這個例子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自然 但是在這裡 只是要跟大家講一件 就是你在化解中 常會遇到一個技術 常會用到一個技術就是 基本上呢 我們在化解的過程中 我們就看一下 第一個你先看一下你的目標是誰 目標是誰 然後你看他看一下你現在的距離 離他還有多遠 那如果還差某一些變數 還沒有辦法帶進來的話 你就做一個 基本上我們常用的事情 就是先丟一些沒有多餘的事情 把它帶進來 然後帶進來 雖然看起來好像暫時 讓它變得比較複雜了 但是複雜之後的效果是 之後你會進一步再大量的去簡化它 大量去簡化它 所以基本上在化解的過程中 常常會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展開再削減這樣 就是它會長大再變小 然後長大再變小這樣 它其實是一直在長大縮小 長大縮小 然後到最後會變成一個非常乾淨的形式 這大概其實不只是人在做的時候 是這樣的動作 其實之後你真的用tour去做 直接用現成軟體幫你做 它那個軟體背後在做的時候 也嘗試不斷在做這樣的事情 它在背後一直在做這種expansion 然後simplication這種動作 就是不斷的長大縮小長大縮小 其實我個人的話 我其實比較喜歡上面這種證明法 因為它比較系統化的去證明它 那下面這種方法我說它也可以 那但是它不是說不對它是對的 那它什麼時候會用到它呢 就是有時候你會遇到有一些 比如說可能會有一些席題 或者說有一些情況 可能是必須要做討論的 必須要做討論的 就是說它可能有multiple的option可以去選擇 這時候你怎麼辦 就是你其實都不大確定 這種時候你可能就要做一些局部的討論 局部的討論 那這時候大概是這樣 好 那第一個的話是承開 那承開的話它基本上重點是希望 我們希望可以得到sum of product這種縫 就是把它承開成出很多turn 把它握在一起的形式 然後這邊只是舉一些例子 那這個舉這個例子其實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為了 因為一開始大家不大家熟悉 所以我們就先把前面提到那三條 寫在右上角當個小抄這樣子 然後大家比較 比較可以隨時來參照一下這樣 然後那一開始的話你看 基本上這有很多掛號在這裡 然後剛剛提到就是說 如果你一開始你就用第一種分配率把它承開的話 馬上就爆開了 因為每個都有三個變數 所以三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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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最後是乘一個2 然後你就很多turn 就很恐怖 然後但是如果 所以你一開始就用第一個分配率把它承開的話 你看到只會是什麼一百多turn 一百六十幾個turn在上面 你沒有辦法化檢 因為眼睛沒有辦法看那麼多 那所以一開始的話比較建議是 先用下面這兩招做適度的化檢之後 在最後真的不得已之後再用最後 最後再用第一招把它承開 產生最後的SOP那個縫 大概是這樣 然後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是先看一下形式 你會看到這邊的話 重複出現一些A or B這種東西 A or B or C bar 然後這個是A or B or D 然後A or B or E 然後這邊的話是A or D bar E 然後A or A bar or C等等 然後這邊的話呢 其實你大概都是看到一下右上角這三條 看一下是不是有可以用的機會 那基本上這兩個可以用 或是2、3這兩個人也可以用 那前面假設我先從前面這兩個 這兩招來做的話呢 A、B包在一起當作是一個人這樣 當作是一個變數 然後X那C bar當作一個人 D又當作是另外一個人 那你就可以apply這件事情 那它其實就會等於X去Or YZ 所以你就會得到是X A or B然後去Or C bar D 然後就會得到這裡 然後接下來再去跟後面這個東西在一起 然後再做一次 因為A or B是一樣的 然後後面C bar D 你當作是另外一個Y 然後這個E當作是Z 然後去套用第二招 然後又可以再做一次 然後就會得到什麼 A or B留下來 然後C bar D去end E在一起 然後就會畫在這裡 然後最後這個地方我們看一下 最後這兩項的話 其實你看到是A還有A的反向 然後這邊D bar E是一個人 然後C又是另外一個人 那你就可以用第三招 然後把它去做畫解 那第三招的話呢就是XZ 就裡面在一起外面在一起 所以就是A去跟C在一起 然後D bar E去跟A bar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畫在這裡 然後那畫在這裡之後呢 再把A bar然後去把它做distributed load 然後把它成開就產生這三項在這裡 好那基本上到這裡的話 就稍微比較簡單一些了 稍微比較簡單 這是為什麼剛剛說 就是我們想要先用二三招 第二招跟第三招先用的話 你就會先把這一長串的東西 先畫得比較乾淨一點 那這時候呢 你再用第一招去把它撐開 這時候像素不會太多 你比較能夠做到畫解這件事情 然後再把它去A然後分別distributed B distributed C bar D distributed 把它撐開 然後把它乘一乘你就會 產生比如說 A去M的AC還是AC 然後A去M的A bar D bar A跟A bar碰到一起 當然就直接消掉不要理它了 然後最後留下A跟A bar在一起 也是不要理它 那接下來是B B跟AC在一起就變ABC 然後B跟A bar D在一起 然後等等然後就把它展開 好那展開之後這個地方 比較有趣的是 然後你再繼續看 你會看到AC去OR ABC AC去OR ABC其實你會看到 其實在這裡的話 你直接用看的話 你可以想成AC是一個變數 比如說是X 然後你會看到是X去OR X乘上去M的B這件事情 所以呢其實這兩個合併在一起 只會留下X這個人 因為X你可以提出來 那這個X其實就是AC 然後剩下的人留下來 那接下去再進去看就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可以再進一步化解 因為它也呈現了SOP這個形式 那你就畫到這個地方就結束 大概是這樣子的方式 這裡只是demo說 其實你最好是先用第二招跟第三招 然後再倒過來用第一招 它會讓你的化解的過程不會那麼複雜 不會那麼多像素 那通常以眼睛來講的話 大概人眼一眼看去 不要超過七、八個招大概一眼還可以處理 然後但是超過你一眼望下去 可以看到的範圍的話 大概就會有點問題了 你就會開始比較容易出錯 然後在那範圍一眼看下去看得到的範圍之內 其實人的眼睛是很厲害 那個人腦是可以直接算的 好那這個是Fact 第二個的話是Factoring Factoring的話其實是要倒過來做 就是我們想要取一些共同因子 把它不斷的取出來 那它的目的其實要產生PoS這種縫 就是很多的turn把它去end在一起這樣 那所以呢可能一開始給你的是這些散開的turn 然後你想要把它畫回去 這其實是剛剛那個case 就是剛剛畫到這 剛剛好像畫到這對不對 然後現在倒回去 現在想要倒回去看做不做得到這樣子 然後在這裡的話呢一開始是這樣 那其實我們接下來就想辦法提出一些共同因子 所以在這裡的話你看到是A C在一起 然後後面基本上都有一個A bar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你就把A bar把它提出來 後面呢你把它想像是一個變數這樣子 所以你就看到A C去end A bar還有另外一個變數這樣 那所以其實你就可以在這邊看一下 你會發現其實它還蠻符合第三招的右邊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直接畫回去 然後就會產生 產生A去Or C 然後還有A bar去Or然後右邊這一 bar這樣 那這裡的話是把它倒一個順序出來 那在這裡的話呢 那我們把它畫完之後 接下來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再去做畫解 那所以到這裡的話呢 其實A bar or C 其實它已經符合PoS font的 對某一個turn的要求 因為它每個turn就一定要是Or在一起 然後每個人是single variable 所以這個小關號裡面呢 已經處理完了 所以接下來你就是很前面這一坨 我要處理它 那前面這一坨的話是A or B D bar 然後去Or B E 然後去Or C bar D E這樣子 那接下來你再進一步再去看有沒有機會 那所以在這裡的話呢 以這裡來講的話呢 這兩項都有B這件事情把它提出來 把它提出來 然後所以接下來你就看看 看看這三條式子有沒有可以用 比如說這還蠻符合第二條式子 X去Or Y Z這件事情 就是這是一個變數X 然後去Or Y Z 然後你就再把它倒過來 會等於X or Y 然後去End X or Z 然後右邊造草這樣子 然後就會得到這個 然後再把它帶回來 剛剛想像的X 然後還有Y Z都把它帶出來 然後帶出來之後呢 看看是否可以化解 通常帶回來之後呢 你就再做一些化解 然後比如說這個的話 這已經有一個E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E去End的另外一個Turn 所以這個人通常都會被它吸收 所以就不見了 然後所以你就可以再去做化解 然後做了化解 其實這個Turn就已經處理完了 接下來只是剩這個Turn有問題而已 因為這裡有一個A or Z bar D 然後去Or B 這個的話基本上中間這件事情有問題 所以你就再把它拆掉 再對它做拆解 然後就可以再進一步去做化解 基本上這回去可以大家稍微再做一下 那也許你Apply的順序 會跟這裡舉的方式不一樣 但是沒有關係 其實它最後目的只是 就是要產生PoS form 那你只要做到是PoS form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ExclusiveOr跟ExclusiveNo 那這兩個Operation其實它非常重要 它非常重要 雖然它不是Basic Operation 但是它非常重要 那這兩個Operation它背後的意義很單純 它其實要檢查的是 兩件事情相同或者是不一樣 它基本上是檢查 兩件事情是不是相同或者是不同 它就是Check Difference 和Check Equivalence 就只是這樣子 那ExclusiveOr呢 是Check Difference的 就是如果發現不一樣 它就會說不一樣就是1 然後如果ExclusiveNo呢 是Check Equivalence的 所以兩個人是相等的時候 ExclusiveNo就會說是1這樣子 那它的長相稍微不一樣一點 它是ExclusiveOr 所以ExclusiveOr 那這個Exclusive我們真的在寫的話 因為太長了 所以我們通常都用XX的 X代表 所以叫它ExclusiveOr XOR 那它的這個Operation的代號也很特別 它就是一個加號 就是基本上是一個Or再打上一個圈圈 打上一個圈圈 加再打一個圈圈 那它的Operation很單純 就是比如說兩個變數 兩個變數0101 然後做ExclusiveOr它是什麼呢? 它其實它的意義你用想的就是 它基本上的目的就是它檢查不同 Difference 檢查Difference 所以它的Choose Table在這裡 這個Choose Table其實就是這一行 我們把它寫下來 那基本上就檢查這兩個 XY這兩個人有沒有相同 如果0遇到0的話是相同的 所以ExclusiveOr就會是0 那01不同所以是1 10不同所以是1 11相同所以是0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它檢查的就是 檢查Difference 檢查Difference 所以XY這兩個人不一樣的話 它就會說是1 那如果XY這兩個人是0的話 這兩個人是一樣的話 它就會說是0這樣子 那它的符號很特殊 就是一個Or再打一個圈圈 那它的Gate symbol呢 就是它跟Or很像 它跟Or很像 但是後面呢 要多加一條弧線 多加一條弧線 那它大概是這樣子畫 那所以呢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子 那如果我要把這個Booling 基本上它這只是一個 Operation的Symbol 是一個Or再打一個圈圈 那但是如果呢 我們要把它化解 我們說我們只能用 基本的Operation來去代表 它只能用and or not 這三個 這三種Operation把它 把它寫出來的話怎麼辦呢 那它其實 X Exclusive or Y呢 它其實就會等於 X bar去and Y 或者 X去and Y bar X去and Y bar 好 那這件事情怎麼樣呢 就是 其實 它其實是顧名思義的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X Exclusive or Y 剛剛說這個 Exclusive or 它的Operation它做的是什麼 是檢查difference 檢查difference 所以它什麼時候才會是對的 就是X Y這兩個人 不一樣的時候才會對 不一樣的時候才會對 那什麼時候不一樣 就是有一個人是0 另外一個人是1對不對 那大概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X是0 而且Y是1 或者X是1 Y是0 所以寫起來就是這樣子 它非常直覺就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X bar代表就是X是0 X是0 然後而且同時Y要是1 Y要是1 這是一種case 這是一種case 或者 O就是或者 或者X是1 而且Y是0 所以根據這個truth table 我們的確也是看到就是什麼 就是這兩個1對不對 所以 X是0 Y是1 代表就是這個人 X是0 Y是1 所以這時候exclusive O就會是1 或者 X是1 Y是0 這時候exclusive O也會是1 它代表是這個人 好 所以呢 為什麼在這裡稍微放慢速度的原因是 我在 我在告訴大家一件事情是說 其實這個boolean inspiration 跟這個truth table之間的關係 就是你要怎麼去看這個 這個boolean inspiration 這個boolean inspiration 其實它非常明白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件事 左邊這件事情什麼呢? 什麼時候會成立 什麼時候會成立 它是取正向表列 取正向表列 什麼時候會成立 它取的是什麼時候會成立這件事情 然後那右邊呢就是解釋 解釋它什麼時候會成立 那它可能基本上有兩個條件 兩種情況會成立 所以就是 左邊 左邊這種條件成立的話 或者 右邊這種條件會成立 所以我用O把它連在一起 那左邊這個條件 那左邊這條件講了什麼呢? 講的是說 X是0 或者Y是1 所以它講的是 X不成立的時候 而且Y成立 或者是X成立 Y不成立 這樣子的話呢 這兩個人就是不相同 所以這個X不成立就是0 Y成立就是1 所以01不同 或者是X是1 Y是0 10也不同 所以就是右邊這件事情 所以呢 所以基本上 Booling Inspiration 告訴大家就是這樣 這樣的事情 它告訴你這個 這個Booling Inspiration 什麼時候會成立的情況 就會列出來 那實際上這個情況 你在truth table裡面 也會找到 也會找到 它的蛛絲馬跡 那它講的其實就是 在truth table裡面 對應寫出1的這些人 對應寫出1的這些人 你把它寫出來也會是對的 只是 只是有時候你會遇到說 它可能有好多個1 那你寫出來的可能很複雜 但是經過化檢之後呢 它可能會呈現比較簡單的形式 好 這是exclusive or 好 那 基本上呢 就是要show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這基本上 這件事情如果大家可以接受的話 它其實是Booling Inspiration 之後呢 我比較喜歡用的觀點 就是用這個觀點來去看 所有的Booling Inspiration 還有用這個觀點去看 truth table 那如果你可以接受這樣的觀點的話 那之後介紹的那些 複雜那些operation 你就會覺得它是非常直覺的 那接下來呢 是一些extension 就是exclusive or 做一些複雜的operation 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上面這一條是剛剛的定義嘛 就是 X Exclusive or Y呢 如果用基本的Basic Operation 來去兜的話 它的定義其實是 X bar and Y or X去and Y bar 好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有用的Operation 這些其實還蠻常遇到的 蠻常遇到 那接下來這些事情呢 就請大家用那個 就是它基本代表的定義來去看它 你就比較能夠接受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 exclusive or 這件事情就是在檢查 兩件事情是不是不一樣 它是檢查difference 檢查difference 所以我們用difference的觀點來去看 你就會發現 這些事情就很直覺了 第一個 X Exclusive or 0 X Exclusive or 0 那它做的是什麼 X和0不一樣 X和0不一樣 那請問一下 X和0什麼時候會不一樣 X是1的時候它就會不一樣對不對 X是1的時候不一樣 所以它就會是自己 所以就是X嘛 然後這個呢 X什麼時候會和X Exclusive or 1 X什麼時候會和1不一樣 那X要是0對不對 那0是什麼 X不成立的意思 那不成立我要怎麼去表示它 就是說X這件事情不成立 所以我就取X的prime 那這樣講對不對 是可以的 你可以分別用X 用0或1帶進去 它都會是對的 X是0的時候 0去 Exclusive or 1 就會得到1對不對 就會得到1 現在X是0 所以0帶進去對 它會是1 那X是1的時候 X是1帶進去 1 Exclusive or 1 會得到0對不對 左邊是0 那1的inverse呢 也是0 所以0等於0 所以是相等的 這樣大家可以接受嗎 然後第三件事情是 X和X什麼時候會不一樣 X Exclusive or X X和X什麼時候會不一樣 不可能不一樣 不可能不一樣 永遠都一樣 所以它永遠不成立 所以就是0 那X和X的inverse 什麼時候會不一樣 永遠都不一樣 所以它永遠都成立 就會是1 這樣可以接受嗎 根據定義告訴我們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出這些 有用的一些theory 那右邊的話只是拓展 就是說 就是基本上 大家有 後來 這個其實大家可以去證明它的 只是說 它整理出來之後 發現它也符合一些 基本的一些定律 比如說它可以互換 因為它可以滿足交換率 就是兩件事情我take說 它們什麼時候不一樣 所以我反過來 那我還是再去檢查 這兩件事情是不是不一樣 所以X Exclusive or Y 跟Y Exclusive or X 是相同的事情 然後另外它也滿足結合率 如果三件事情以上 然後連續去take 連續去take這個 exclusive or的話 我可以先把前面兩件事情 檢查一下 再跟最後一項檢查 或者是我先去檢查最後 後面兩件事情 再去一起跟前面這件事情檢查 這是結合率 然後第三個它也滿足分配率 它也滿足分配率 所以呢 它X去and Y Exclusive or Z呢 它是滿足的 然後我們可以把X去and進去 X去and Y 再去跟X and Z做 Exclusive or 然後呢 X Exclusive or Y的 inverse X Exclusive or Y的 inverse 會是什麼呢 我們先忽略中間這兩個 我們先看右邊的 X Exclusive or Y的 inverse 是什麼 X Exclusive or Y 我們檢查是說 X跟Y什麼時候不一樣對不對 不一樣 那inverse呢 就反過來就檢查 X跟Y什麼時候會一樣 什麼時候會一樣 X跟Y什麼時候會一樣 那就是兩個人同時是0 或兩個人同時是1的時候 它就會一樣 所以呢它可以是兩個人同時是0 所以是X是0X bar 而且Y是0Y bar 或者是X是1 而且Y是1 所以是X and Y 所以這個是檢查是兩個人 是什麼時候一樣 然後就是檢查X兩個人不一樣的相反 所以檢查不一樣就是檢查一樣的相反 這兩件事 它寫在這裡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 可以進一步的做一些推導 可以得到中間的這些等號 那這邊只是跟你說 其實如果我要檢查X跟Y 這兩個人不一樣的inverse的話 其實它會化檢會等於X 去跟Y的inverse做exclusive or 或者也可以等於是X做inverse之後 再去跟Y做exclusive or 這可以經過簡單的推導 得到這些證明 那所以 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回去練習一下 回去練習一下 那這邊的話 這下面的話 是告訴大家 這個分配率是成立的 分配率是成立的 那這分配率的話 你可以先 by definition by definition 先把它展開 先把它展開 你把XY先當作是一個對象 X去&z當作另外一個對象 然後呢 把定義把它寫出來 這個 XY這一包 跟XZ這一包 不一樣的狀況有兩種 然後呢 by definition 寫出來之後呢 再進一步再去做化解 然後這個XZ去take not 要做什麼事情 imorgan law告訴我們 去and再做not 就是先做not 再去or在一起 然後這個呢 and在一起做not 就是inverse之後 再去or在一起 然後是一樣 然後再去做分配率 分配率之後 如果你遇到X跟X bar 去and在一起 當然它直接就消掉就可以忽略它 然後可以進一步做化解 然後化到最後的時候 你就會 可以把它提出來了 那這可以大家回去 稍微做一些練習呢 就會對這些 operation會比較熟悉 然後這裡 剛剛只是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difference的 check difference的相反 就是去check相等這件事情 然後根據這個 我們就來看 exclusive norm exclusive norm 就是在去檢查 兩件事情 是不是相等的 兩件事情是不是相等的 所以根據它的定義呢 它就很明白高搭 就是只有兩個人 是一樣的時候 才會是對的啦 所以它只有兩個人 同時是0 或者兩個人 同時是1的時候 才會是1 那剩下的話 0101當然不等 所以就會是0 所以它的truth table 寫起來就會是這樣子 只有00的 或者是1的時候 才會是1 剩下都會是0 那當然呢 它就會跟什麼 跟剛剛的這個 check difference exclusive norm exclusive norm 剛好就會是exclusive order 相反 相反 然後 就是這個人去not之後 得到結果 那 它的符號大概有兩種 那上面這個的話呢 是根據定義來 因為它是說兩件事情 equivalent equivalent 所以我們就用三條線在一起 就是等義於的意思 equivalent 然後但是呢 根據它的意思 你還可以進一步推廠 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檢查兩件事情 相不相等 其實它就等同於 先去檢查兩件事情 是不是不同 然後再去做inverse 所以你也可以畫成下面這個圖形 下面這個圖形 所以你先把這個圈圈拿掉 看左邊就會發現 它其實是一個exclusive order exclusive order exclusive order 是去check這兩件事情 是不是不同 然後再畫一個圈圈 這個圈圈基本上 我們在這裡畫一個圈圈 一個bubble 它基本上代表 就是取inverse的意思 取inverse的意思 那所以呢 它就是取difference的 inverse就是取equivalent 你也可以畫成像這樣 好 所以它的booling expression就是 如果我們希望把這個三條線的等號 把它畫掉 你不可以用這個東西表示 你只能用basic operation 去表示它的話 你只能用not and all 這三件事情表示它的話 X跟Y什麼時候會equivalent X去exclusive node Y的話它會等於什麼 就是兩者同時為0 或兩者同時為1 或者是兩者同時不成立 或者兩者同時都成立 所以呢它就會是 兩者同時不成立 兩者同時會0 為0就是x為0 x bar去end 而且Y是0 或者兩者同時成立 或者是兩者都會是1 x是1 而且y是1 就在這裡 那這兩個人呢 這兩個人分別就是這兩個1 就是這兩個1 在這裡 所以大家可以把這個booling expression 跟這個truth table做一個連結 好 那這只是在進一步強調這件事情 就是booling expression 它其實是可以直接 跟這個truth table裡面的1 做連結的 它的目的就是把這個truth table裡面 那些1表現出來 表現出來 好那這邊的話是 就是exclusive all跟exclusive null的一些畫檢 的一些畫檢 那第一個的話 第一個跟第二個其實是 他們的booling expression的長相 然後呢 第三條的話 只是說他們兩個人互相反 互為inverse 就check兩件是 左邊這個 左邊這個掛號裡面呢 它基本上檢查的是exclusive all 所以它只是要說 exclusive all跟exclusive all 右邊這個是equivalent 解它是exclusive null 這兩件事情互為相反 互為相反 好那所以呢 有時候你會遇到 比較複雜的operation 像是下面這些例子 比如說f呢 f它會等於 a'b equivalent c 然後再去or b exclusive all ac bar 這樣子 好像看起來很複雜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其實你在做的話呢 你就根據它的意思 把它寫出來就好了 那在這裡的話呢 你就先把 它基本上要check 左邊這個turn 跟右邊這個turn 是不是相等的 所以你就把 左邊這個人 當作是一個對象 右邊這個人 當作是一個對象 你就檢查 這兩個人同時是0 這兩個人同時是0 或者這兩個人同時是1 那就是equivalent 然後exclusive all的話就是 左邊這個人 跟右邊這個人 不一樣的時候 所以一個是 左邊是0 右邊是1 或者是左邊是1 右邊是0的時候 然後再把這兩個turn 把all在一起 然後接下來呢 剛畫到這個地方 你再把它做一些分配率 把它 這些掛號先把它拆掉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 a and c bar 然後掛號再去去inverse 所以這地方你可以先take a demogen 先take a demogen把它畫掉 所以你會得到是 a去做inverse 然後c inverse之後 在inverse就會回到c自己 然後再去把and改成all 把它展開 然後接下來再去做一些畫簡 然後畫到這裡 課本雖然其實只有畫到這裡 但是其實這一步還可以再繼續畫下去 只是看你的目的是哪裡 因為它有時候 它目的是希望你可以兜出一個什麼樣的形式 那你就根據你的目標 然後往那個地方再把它畫過去 那當然只是畫到這裡 它已經算是呈現比較簡單的形式 那比如說這時候 我再希望大家可以再畫成 比如說PoS form 再畫成什麼SOP form 那你再繼續往那個方向 再繼續努力把它畫過去 那下面這個畫是 三個人取exclusive all 三個人取exclusive all 那剛剛有講就是 因為它其實是連續的三個人嘛 那所以其實你可以先把前面兩個人做好 再去跟第三個人 或者是你可以把後面這兩個人做好 再去跟前面的人來做 exclusive all 也是可以的 那只是在這裡的話 我們是先take前面兩個人 那前面兩個人的話 A bar 去exclusive all B的話 其實剛剛會 剛剛有跟大家講 其實這東西呢 就會等同於去檢查 AB是不是相等 那如果你不記得這件事情的話 你by definition 根據定義 你把它寫出來 也會得到相同的結果 然後呢 如果你記得這件事情 那你就直接看出來說 它是去檢查 AB這兩件事情是否相等 你就把A bar B bar 或者是AB把它寫下來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直接還是去檢查 前面這個東西跟後面這東西 是不是不相等 然後根據定義把它寫下來 也會得到相同的結果 然後最後 這個前面這個東西 再去跟C做exclusive all 也一樣 然後根據定義 然後前面這一包 跟後面這一包 什麼時候會不相等 然後把它做出來 然後再把它得到一些 再進一步再把它展開 那這大概是簡單的exclusive all 跟exclusive null的operation 然後接下來呢 雖然今天時間快到 但是在時間快到之前 我介紹一個非常重要theory 先給大家一個印象 因為明天一開始 我還是會很快的做一個review 但是我要先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Consensus theory Consensus theory呢 其實它的目的呢 我覺得它其實是消除多餘項的一個技術 把一些多餘的turn把它消除的一個theory 然後這些多餘的turn在哪裡呢 那一般如果你不知道這個theory的時候 其實你很難找到它 那如果你學會這個theory的話呢 它會幫助你去把這些多餘的turn把它標出來 把它直接把它殺掉 把它消除掉 然後或者是反向 或者是反向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在化檢過程中有的時候是 不是不斷的化檢 有的時候是故意先inject 先把它產生一些多餘的像 把它加進去 然後再去做化檢 所以不斷地做放大縮小 放大縮小 所以它大概有兩個方向可以用 一個是直接化檢掉 一個是產生多餘像 然後讓它變複雜用 Consensus theory呢 它其實講的事情是這樣子 它如果你發現 它其實形式是這樣子 它是x去and y 然後去or x去x bar去and z 然後最後去or一個yz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yz可以消除掉 會直接等於x去and y or x bar去and z 這是Consensus theory 它告訴你的是這個yz這個turn 是多餘的 是resundant 你可以把它消除掉 那要怎麼去認它呢 其實是這樣子 我們通常在配對 那這個其實可以經過證明啦 因為如果比如說 我們先看一下簡單證明 比如說左邊是這三個turn 左邊這三個turn呢 基本上其實剛剛我們也有用過 類似的交數對不對 前面這兩個人都有x 第三個人沒有x 我們的目標是畫到右邊這個人對不對 然後前面兩個人有x 最後一個人沒有x怎麼辦 我們就引進一個沒有用的x給它 我們引進一個yz去and的一個e 就沒有關係了 那這個e又要有一個x在裡面 我們就引進什麼x去or x bar在一起 那它就會產生一個多餘的e在這裡 那這個綠色的這個turn在這裡 所以就故意做一個多餘的turn給它 然後呢你就把它展開 展開然後展開之後呢 你在左右分別把它找到對象去合併它 找到對象去合併它之後呢 你就會得到x去and y 後面提出來之後是e去or z 然後後面這個是x bar z 然後後面是e去or y 這個e去or任何一個人都是可以消掉 因為它還是e本身 所以最後就會等於右邊這個x去and y or x bar去and z 所以這樣你就會得到 得到這個yz其實是可以不存在的 這剛剛好像有一個非常類似的這個化解過程 是跟這個很像的 好 這重點呢是 你要去認yz這個人是多餘的 那怎麼去認呢 其實我們一般是這樣子的 通常你在一個很長的booling expression 你要怎麼去認它可能出現的redundant turn呢 它是這樣子的 你其實先去認前面兩個人 它的形式是這樣子的 它一定會有一個變數 後面前面是一個變數去and一個人 然後再去or這個變數的反向去and另外一個人 所以其實你在一個booling expression裡面 你就去找有沒有那個變數是自己跟自己的反向 都同時出現的那種booling那種turn 那你把它抓出來 把它抓出來之後剩下的人當作 右邊的這個y跟z 然後這個y 右邊的 右邊這兩包把它and在一起 它就是多餘像 那如果你 這個booling expression 有這個and在一起的這個多餘像產生的時候 你就直接把那個對應的像把它殺掉就可以了 這邊是一個例子 這邊是 一個booling expression 它有a也有a bar對不對 它有a也有a bar 我們就是去找一個變數跟這個變數的inverse a跟a bar都同時有出現 然後那同時有出現之後呢 右邊這一包呢 就是在這個縫裡面的y跟z 就是別人 這個a bar後面是 右邊是bd 那a後面是bc 這個yz這兩個人怎麼樣 你把它and在一起之後 它是一個多餘像 所以你就把bd去and的bc 就會得到bcd 這個是redundant的一個turn 這是一個redundant的turn 然後那你就去找一下 原來這個縫裡面有沒有bcd 有的 在這裡bcd 所以這個bcd是redundant的turn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消除掉 直接把它消除掉 所以這個直接把它殺掉 它就會 原來是5個turn 直接就會留下4個turn在這裡 這是consensus theorem 告訴你 直接可以把它消除掉的方法 好 那當然這件事情可以不斷的一直用 不斷的一直用 你這個bullying expression 就是一直去找那個變數的配對 它如果有自己和自己的反向 都同時存在的時候呢 那你就把它 把它跟它and在一起的 右邊那一包呢 當作是y跟z 那這個右邊 右邊這個兩包and在一起之後 它就會形成是一個redundant的turn 那這個redundant的turn 如果從 在原來這個bullying expression裡面有出現的話 它就是一個多餘的像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消除掉 那為什麼要學這個theary的原因 是因為它其實不是那麼直覺的化解 它不是那麼直覺的化解 所以如果你有特別把它 把這個theary把它記下來的話呢 它可以進一步 進一步幫助你在化解過程中 比較簡單一些 好 那這下面是另外一個例子 一樣就是 這個紅色是一個 A跟Abar都同時產生 所以右邊是Bbar和C Bbar跟Cand在一起 它就是一個redundant 所以它告訴你 BbarC是一個redundant 然後綠色呢 也是一個fone 綠色的fone告訴你是 C跟Cbar同時都產生 所以它的另外一側的partner end在一起呢 就是一個redundant的fone 所以它的partnerAB 也是一個redundant的fone 所以你就會發現 後面這兩個turn都是多餘下 所以原來是五個turn 就會消除 就會變成三個turn 這是consensus theory 好 那我們今天先介紹到這邊 這後面呢 有一些例子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然後明天繼續這樣 謝謝大家